大家好,我是野燕 今天回家我发觉 我那个之前就是 塑料板在里面种的多肉 全部都长爆炸了 整个盆都快撞不下了 但是中间被两颗那个不死鸟 给霸占了 所以说我今天要把那个不死鸟 给拔出来,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 是一个大工程,它的根应该长得 很好,因为长得很大两株 所以说接下来的行为 可能有点出炉 走吧,我们一起去拔不死鸟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板凳 这个塑料板凳 之前没有花盆,所以说把它拿来 当花盆用了 这边这个是那个 玉碟,看 是不是整株都长得很大 里面的这个火鸡 还有这边 这个是那个东美人 还有纸乐,这些都长得 很好,所以说我要 把这个不死鸟给它拔出来 而且我上次看了一下 这个玉碟下面都有很多的那个小仔 如果不拔出来的话 可能会影响小仔的生长 来吧,粗鲁的行为开始了 好了,我要开始铲了 你看,我们家的铲子都是弯在这个肩上 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家的花的根系太好了 每次用铲子都铲不动 都特别的麻烦 我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这个花太满了 我看一下,哇,里面还有好多 不死鸟的小仔 哎呀 嗯 天呐 哎呀 哇 哎呀,这个,哎呦,我把那个弄坏了 哇 看,这么大一颗一颗的 我给它放这里 突然我产生了一种想法 有没有朋友喜欢大不死鸟的 有喜欢的朋友 要不然我们这个视频送给大家 这两颗,这几颗不死鸟 啊 啊,天呐 哎呦 你看上面好多小仔 小仔的特别 天呐 嗯 我都 我都,我都拔的 拔的发抖了 啊 啊 麻烦 特别多 拔出来 哇,好大一颗 能不能好好拔 哎呀 这个还好 这个不会也要让我用铲子吧 哇 白白的 我怎么感觉拔掉之后里面就光秃秃的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给大家看一下这颗玉碟下面的小仔 好多 好多头 你看 还有这边的这一颗也是 好多玉碟的小仔 啊 等我拔掉 估计它过一段时间 可能就是玉碟霸占整个盆了 我得把这些小不死鸟也通通的给它拔起来 这不死鸟太好长了 一两个月都可以长很大 等会又沾满盆了 我不想要不死鸟占太多的地方 把通通给它拔起来 好了 拔光光了 中心的位置是空空的 我们还是要找一些肉肉来给它填补上 我准备 因为我刚刚在那边 又砍了一些火鸡的头 所以说准备 把那个火鸡牵插在里面 你看这里 这几个老火鸡 老火鸡 就让他们待在这里 长成悬崖装 因为我家里面的能砍的火鸡都被砍光光了 看一下长得最长的火鸡 到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就把它们留着 然后中心的位置 我们去拿其他的火鸡来牵插的 这些火鸡头 是我刚刚在这边砍下来的 因为我发觉这个 把头砍掉 你看 帽的侧牙特别的可爱 特别的漂亮 记得上次有朋友还说 你这个是美颜了的吧 我估计他应该是没有看过 那个火鸡从丑变美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他才会那样讲的 你看很漂亮对不对 尤其这两个小车呀 超级巨爱 好了我们现在来把火鸡给牵插上 哇这一盘火鸡 这里 然后插的满满的 然后插的满满的 如果你的评论被点赞的次数是最多的 那么我把这个不食鸟就送给你 嗯 运费呢是由我出 不会让大家出的哈 看 还是很好看的 因为很多朋友他不是想要用来做那个嫁接吗 比如说嫁接长寿花 就可以用这种大的不食鸟 这个是最大这一颗不食鸟的桩子